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真正FBI已经内部出现了问题 那他这篇文章介绍呢 它是个采访文章 被采访的人呢 是FBI原来的人 一个退休的特工 他认为FBI已经从内部在解体 内部在解体 其实司法部整个情报系统是这样 那这个故事这样的描述呢 很迎合现在目前的天下 我们曾经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当川普发现了总统记录法之后 川普赢了 有朋友还说 川普要不怎么就赢了 你真逗 川普现在有麻烦你干什么 川普赢了 那这是川普赢了 他们攻击川普的追踪的结果 就是现在可以看到的结果 是FBI的解体 攻击川普促成了FBI内部很多深知实情的特工 不愿意遭受这份侮辱 从而举报了他们的头老板 在举报老板的过程当中 把一些关键的问题就给挑起来 所以刚刚被开掉那个人是被举报的 那而举报的方呢 是到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高层 高级别的这个这个国会的议员 他是共和党人 那共和党人把举报材料 直接找到了雷 找到了司法部长和FBI的老板 让他们解释怎么办 那个举报内容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在这样的整个举报的过程当中 雷知道掩盖不了了 就把那个人就给FBI掉了 为了保住自己 那FBI掉那个人就牵扯到 我们现在看到了 他们是一伙的 完全的方向都在 这个川普一个人身上 所以他们报道的一开始 去突出了在亨特问题上 去回避川普问题 那但是这个事是连在一体的 保护亨特和攻击川普 是一伙人 是共同的一个利益价值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里面他就讲说 这篇内容就意思就是 FBI可能会解体 乃至被司法部控制的情报系统在解体 那解体就是指 其实有了一种深层政府的概念 就是奥巴马创建的整个这套系统呢 整个在裂变 在真正在分裂 在裂变 那所以这里面就讲述说 那这是我们看到这篇报道 刚才是另外一篇报道 这是我们看到这篇报道 那这篇报道就讲说 它是破坏性的 在面临着解体 那或者叫破坏性的控制 解体就是失控 破坏性控制呢 就把那些东西 要保住我自己在说 那他谈到了谈到了这个 哥伦比亚特区的助理特工Tim 周末被辞职 就是讲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人呢 是原来的犹他州的联邦检察官 在这个在今天的福克斯新闻网的一个 一个专栏节目叫故事里面 做出了他的专业的分析 他是州检察官 正在内部解体 太多的越来越多的指控表明 FBI在亨特电脑事故当中 涉嫌违反了联邦执法规法 我个人觉得 他们依然是围绕了亨特拜登这一件事情 他们在讨论当中 都去回避川普的故事 所以有道理相信的 如果是一定这么走的话 有道理相信就是司法部跟FBI的人 出卖拜登的儿子来求得自保 可以其实是可以这么理解 出卖拜登的儿子求得自保 然后淡化川普 因为川普已经就这样了 他淡化也没淡化不了 川普自个干 但是保住自己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他就提到说 扎克伯格在接受这个 罗根的采访当中 谈到了FBI的问题 谈到了FBI施压 Facebook在2000年禁止报道 有关亨特拜登电脑盘的问题 他说那件事情很显然 那是出事了 我们当我们也跟大家介绍 那是应该是FBI内部出事了 起码扎克伯格自己的嗅觉知道 出事了 他必须解脱了 所以我们当时跟大家分析的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也提到说 这肯定不是巧合 他们是 他们之间相互这么安排的 那哥伦比亚特区的这个人辞职 是在星期五 扎克伯格讲的那番 扎克伯格讲的那番话 是昨天 星期日的晚上 所以扎克伯格知道这个人出事 这样连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是 FBI在解体 或者说在破坏性 就是在寻求控制性迫害 破坏 控制性破坏 他可以延伸到整个左派的势力 然后说有关政治偏见等等 这是讲走那个人 那司法部长发了一个memo 这是我们刚才讲了 要增加 就是相关人员 对有关FBI的政治化 本身呢提出了质疑 而且要求他们远离 但是这位司法部 这位这个 评论的人说 你晚了 你已经出事了 那我自己觉得呢 评论他不到位 他不是晚了 是因为加兰自己 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完完全全的政治人物 而不是一个秉公执法的人物 那FBI也明确是政治人物 而不是秉公执法的 如果他们是秉公执法的 在2021年他们上台之后不久 就宣布 美国国内的恐怖分子 是最严重的 他为什么这么看 谁是恐怖分子 那拜登自己明确讲 共和党让美国再伟大 就跟恐怖分子是一样 是他们自己讲 所以这个故事呢 我们原来跟大家介绍过 我说你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 你会看到西方左派的崩溃 我愿意把它看成是左派的崩溃 因为他靠的是执法 靠的是执法 给人们带来的恐吓跟威胁 你这个东西出事了 他就出事了 执法的本身就相当于 当初毛泽东枪杆子里头 出政权是一样的 毛泽东用枪 他用法律 人们公认 FBI已经无法在内部遏制这种行动了 因为已经发生了 他们后来可以声明 说他们发现了政治化 他们已经解决了政治化 其实这些都没用了 他们政治化已经 完完全全就在这里了 所以他也承认 他说肯定是晚了 而亨特拜登 现在似乎是华盛顿主要的司法部的干涉的主题 所以其实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亨特拜登这件事情 给整个左派势力带来致命的打击 给司法部带来致命的打击 而在特拉华 那特区的这个大卫 叫大卫卫斯 是川普任命的 川普任命的 特拉华特区的联邦大卫 联邦法官是联邦检察官 他在调查亨特拜登的事情 所以他具有非常独立的排他性的 他肯定不会考虑这个考虑这个 总统的就是拜登的感情问题 他肯定不会考虑的 所以所以看起来非常糟糕 很多机构有太多的彼此的不信任 他们内部之间的不信任 那是肯定的 那位特工辞职之前 举报人是向爱荷华的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 叫Charles Grisley 谈到了政治偏见 从而产生作用 不是众议院 是参议院 那参议院是立法机构 那参议院的立法机构 对司法部是有着管辖权的 就是他的管辖权在于这种 要求他作证 要求他回答问题 这样的管辖权是具备的 因为参议院是立法的 他是专门是在立法的角度 制衡司法部 包括最高法院的某些事情 他是这么一个制衡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种天象的变化 我们之前早就跟大家解释过 六月底 六月底最高法院一出现改变之后 美国就可以能够svive 就存住他好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过程是把那些 极左势力被剥离的过程 衰败的过程 他们当大的最高法院本身 确定了他的基础之后 那川普的个人 有着军权神兽的背书 他个人遭到压力跟打击 但他绝不放弃 从而出现了人的道德 人对真相的坚持 那一分释然 所以他当司法部跟FBI的这样的问题出现之后 大家看到的就是 没有道德的民主 没有道德的法治 没有道德的公平 没有道德的自由 没有道德的一切 都是缺了大德的 全是欺诈的 全是欺诈的 其实在向所有不信神的人 展示着这么一份天意 人们在利益的争持过程中 其实当你透过利益的角度就看出来了 利益的本身就是邪恶的 因为是满足各自的欲望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